好,各位同学好 因为 上课的时候 录影软体操作上的一些失误呢,所以 关于 这个部分有关于T分布 卡方分布以及F分布的讲解呢,我特地在做 再重新 做一次解说的录影 好,那我现在就 我们先来回顾 我们这个,这次的课前作业有关T分布的题目 那在T分布呢,我是为了让同学能够比较全面的了解T分布的特性,所以 在题目的设计上呢,其实是特意 把两个 把两种参数的设定呢 合在同一题,大家会看到,那我现在 在 画面上所呈现的 这个 JMOBI的 档案呢 他其实,我是把题目把它拆成 本来设计 本来一开始想的,就是要让同学去比较 如果是 自由 T分布的自由度是30 以及 T分布的自由度是50的时候 会是什么样子 那T分布跟常态分布 最大的 不同的地方呢 是 他只有一个参数 那我们可以用Sincere 的 这个 互动式网页可以 知道的更清楚 大家会看到 其实在 我在 录影前就已经先 设定好 让 这个 T 让这个画面上的 T分布的 几率密度函数 以及累积几率函数 都同时 呈现 而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去调整 的 参数 真的就是 只有 这个K 那它其实就是代表 就是 自由度 而这个 现在是 是一开始起始的 是自由度唯一的状况 各位可以看到很明显的 几率密度函数 跟 跟 累积几率函数呢 有一个 很 有一些差异 那当 我们把这个 参数K 慢慢的 增加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两个参 两个函数的 土的线条呢 已经开始接近 其实这个 也是代表说 黄色的几率密度 函数 它的峰值 也是 一直在 增加的 好大家可以看到 那因为 那个网 网页设定的关系 我们最多只能够增加到 20 但是透过 这样的一个观察 我们会注意到 我们可以注意到 一件事 因为 因为累积几率 函数会一直随着 会一直随着 自由度的增加 而有 变化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 K等于20的时候 如果是以 -2这个量数 这个T值 这个T的量 量数来说 -2的时候 他的 他的累积几率密度 他的累 累积几率呢 跟 自由度是10的时候 -2的这个累积几率是完全 不一样 那这也就是 在 这次作业 我要同学去 观察到的 一个 性质 那我这里 作业我特别用 比较大的自由度 让同学可以 可以观察到比较大差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设定方式 其实是跟前面的 常态分布的题目差不多 那其实非常简单 但只要 同学的parameters 设定正确 就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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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呢 确定 也知道自己要 根据题目中的 累积区达到0.025 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算出 这一 我们就可以 用 透过 distribution 这个 模组呢 知道 累积到 在这个样的一个设定下 累积到 从负线到 累积到0.025的T值是 - 2.004 那 同样的 如果是变成 现在我们改成 自由度是50 同样也是累积到0.025 我们会发现 他的T值变成了- 2.002 -2.01 那这个就是 T分布的一个特点 那么 同时我再补充一下 在 基础统计同学会遇到的 会使用到T分布的场合呢 这个 另外有一个参数 浪打 大部分预设都 都是0 只要浪打是0 那 T的 T分布的 累的 几率密度函数 都会是像这样一个对称的 状态 好那 这样的一个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他这个浪 他这个浪打 其实就是 类似是控制 这个T分布 他的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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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的性质呢 可以 可以让我们 只要 只要是我们是使用 使用可以转换为T分数的集中量数 各位可以想到 在 就是在 前面我们已经学过的 几种集中量数中 有多少 可以 有什么样的集中量量数 可以转换为T分数 那么 我们就可以利用T分布 来做一些 做一些 推论统计的 工作 好 那这个部分呢 是 关于 T分布 这部分的 介绍 以及作业的 检讨